请师父辞世 有两种清静心 一种是用来安住的本治清静 另一种是需要修的清静心 那么这种需要修的清静心 在我们凡夫阶位 与为事课程中的无分别字 有何异同 理官的清静是本具的 你不要修 你只要关照 知道 直下成当就可以了 这我们前面说过 世修的清静心 是要用各种方便去修正他的 那么世修当中 其实是法门无量试验学的 他这个地方提到五分别字 五分别字是一种世修 因为五分别字你不能安住 你安住的五分别字 到时候你就偏空了 因为你的安住必须中道 要极空极脚极中的 一心真如你愿记足 清静跟记足合在一起 才可以安住 必须要中道实相才能安住 那么五分别字 它是一种对峙 就在实时其佛事 末世惹 就是说 你现在遇到一个 很严重的人士 这个人跟你因缘很深 他跟你讲了一句话 伤到你 那么这个时候 最快的方式 把烦恼调下来 就是五分别字 就是 我不可能不取相 因为这个相太强了 超过我这个 不取的力量了 因为 世修他是因缘好 那每一个人因缘 你看有些人跟你讲话 你根本不当一回事 是吧 但是有些你的 特别亲的人 跟你讲一句话 你就很严重了 你三天都走不出来 所以说你 你已经取到相了 这个相在你心中 不断地挥之不去 很简单 你不要分别就好 就是取相可以 你把名言关掉 就不要讲话 你心中不要讲话 不要 不要 不要在心中去 分别这个影像是怎么回事 你不要去诠释它 所以这个方法是很快的 就是 我做不到取相 我第一地的时间过了 我从第二地去修补 就是取相 已经取到相 但是你把分别性关掉 就是 你对这个影像 不管声音或者形象 你不要把 你把那个分别的工程关掉 我没有意见 它很快会脱落 就怕你不断地去思维它 那问题就会很严重了 但是无分别是 这个法门是 好就好在很快 但它有一个问题 就净土中 不能用太多无分别是 因为净土中 它跟圣道门不一样 净土中要怎么样 它的标准是要 燕离娑婆 是吧 你灵离中是要取舍的了 你修无分别是 无分别是就是说 我老生自有安心法 八风吹来 义无法 你也不一定要去离开 朔博世界 那么从大政的南行道来说 无分别是一个妙法 那净土中 它临终的时候是要 因为林朔博要寻求其乐 要讨厌朔博世界 所以无分别是 它不会让你讨厌它 它会让你不在朔博世界 它会让你不受伤害 所以净土中更多的要需要什么 无偿观 苦地观 这个是 因为为什么要不要下这么重呢 因为你灵离中要做出选择 你要取舍 我要离开朔博世界 你总要有理由嘛 你说我分别是 找不到离开它的理由 找不到理由 所以其实 净土中的理观 那当然理观每一个人都要 就一念心心 净土中的世修 其实藏教法是很适合的 很适合 失恋主 不净苦无常物 你要喝着它 讨厌它 你要把所有 朔博世界的过失 把它读一遍 但是不净苦无常物 你才会远离它嘛 林明中才能够做出判断 我要离开朔博 我要寻求其乐 但是你修无分别是 它不会让你愿灵朔博 它也不会让你寻求其乐 它就是保持一种 清静 它不会做出选择 所以这个地方要注意 就是净土中的人在修 无分别是 可能不能当世修的藏法 可能世修这一块 要带一点苦地跟无常的思考 好 我们看最后一题 晚安 待会儿就会做出事 别言之后 感谢观看